哎呀兄弟们当博主就是好啊 钟葵知道我是铁根之后 一级就跟对抗咯 这无疑是对我实力的认可 直接一级就跟狂铁干 钟葵你勾我干什么 钟葵空钩了没事啊 过来补点平衣也行 二打一二打一 坏了张连来了 上线 问题不大 谁都有事物的时候 跟钟葵再配合一波 出钩 行没事 问题不大 谁都有事物的时候 只要心中有目标 并未知前进 就总能成功 我只能说事物谁都有 只是存在个体差异 可能会收益多一点点 钟葵在这埋伏 哎呀那这波狂铁不必死吗 钟葵出钩 这把有些逆风 但我是西楚宝王 零告三 我也不允许别人偷我的野怪 直接抢了 谢谢 再把西抢了 哈哈哈哈 这盘国让我一顿把玩儿 兄弟们 你看他气的 大招都开了 还让我躲了 他现在肯定想去打那个穿山甲 兄弟们 穿山甲 你也白想拿 哈哈哈哈 谢谢 没事啊 这边钟葵好兄弟 勾到盘古了 我直接 一刀给盘古屁了 开启苍穹 有苍穹的我 吃安琪拉的技能 完全没有伤害 满血白的守约 一刀屁了 追击安琪拉 直接闪现上去 他二技能差不多要好了 拜托 哎呀 多二技能 我真的细节 兄弟们 三连绝战 OK了兄弟们 直接一波了 那胜利的画面 我就不放出来了 直接切换到下一把 我教大家一个打花木兰的技巧 一般花木兰都会往后排兵 丢这个飞镖 对吧 看他丢了飞镖 我们就直接顶上去 这个时候 他想清线 就要挨我们的揍 不清线 就要被我们把两个B线卡没 他吃不到两个兵 就会非常的难受 此时他非常的纠结 最后还是决定去吃B线 升到死级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之前已经揍了他很多血量了 他这个时候 小闪线 一脑给他批了 不是这木兰咋这么下饭的 显得我的教学 都没啥用一样 来中路这边一手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迂回 知道吗 不要想着进去一套 去把伤害打满 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鱼机怎么回事这么亮呢 不管他 我们继续迂回 哎呀 哎呀 我真服了 怎么一人一个位移 这打的什么呀 这是这波 怎么全是残血 屁 屁死一个 全残 哇 再屁也没屁死 不行不行 我必须再收掉一个 屁 还有打把游戏血压都高了 进师傅 想跟我过招 霸王 向前顶 A 二技能 灰血 飞雷神是吧 打招 大闪 啊 西北事 顶 灰血 静草草 别慌 吃口药 灰血 收家兄弟们 我来教你们家怎么收 一技能 顶出去 假装是在清线 开仓穷 找对面双C的位置 他俩站一起了 直接大闪 拿下 兄弟们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我可能是对这个 新皮肤过敏 毕竟西属霸王 穿上这种 未来风格的衣服 那确实是 有些排异反应 也是很正常的 之前都说 项羽卖完新皮肤 就要开始削弱了 我感觉没有必要削弱了吧 毕竟都出排异反应了 都过敏了